有這個三位來賓 一樣的來賓 我先跟大家分別介紹一下這個三位來賓 首先是在我右手邊 是台灣示範大學的郭文貴教授 謝謝蔡文貴 謝謝教授 那我們今天早上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不少朋友關注到教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其實很巧也很高興 所邀請到的協教授 正好是目前研究台灣到的活動 我覺得目前在中清代研究最深刻的 最重要的選擇 所以等一下大家有些關的問題 我們繼續跟協教授很歡迎 另外一位我們邀請到的非常難的 因為我們早上也提到說 我們道教授的思想還有實踐鏈 另外一個時間面的面向剛好是 要結合道教養生醫學這方面的一個專長 我們所要請到的就是林玲齊醫師 林醫師會跟大家談同學上面跟道教的道家之間的聯繫 那第三位我想剛剛已經開場了 他是那個我們的黃董 他今天會從更實踐的修煉面上 來跟道教授的問題 那我們一樣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那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我們一樣每位來賓每位教授都會先做15到15分鐘的理念 那麼接著我們就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再進行下午幾次 好那我們先 好那我們就先 我們就按照室室 好那我們就先 好那我們就先請 各位同學 各位來賓 大家午安 剛剛在底下的時候 我跟那個陳立貝教授 他是以前我們師範大學的院長 我就跟他說 今天好像是台灣有一種大學 叫做空中大學 也就是說在利用電視節目 然後大家看了我們的相關的教學節目之後 那找一個定期的期間大家來相見歡 這個當然也有點像說那個看影歌星的表演 那今天呢 大家很高興的可以來見面一下 那這個有這個樣的市場的力量 當然一定要感謝黃董 慢慢你如果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看這個相關的學會 可以說二十幾年來的一個發展 我們真的是可以非常的肯定 這個黃董要感謝他 你們現在已經前面的你們的師長 你們學長 到今天你們能夠相繼在一起 這個最大的慈心的吸引力呢 就是黃董 就是他非常信仰跟實踐 跟幾樣子啊 一直出錢出力所推動的道 好 那我的個人的研究齁 其實在那個你們看到的影帶裡面 那個部分呢 是比較偏重於經典跟歷史這份的研究 那個剛好我原本書集結出來 那個是我大概這四五年來的一個部分的一個論文 經過學術研討會國際的一個發表 然後再修改 再集結成書 大概我們台灣的很多學者都比較 在收入成書的時候大概都是經過這樣 第一個階段 你大概因應 國內外的一個學術研討會 給你發表 那發表的時候 大概都好像 發表的時候一定很多人給你意見 你就可以修正修改 修改完之後呢 我們當然一定要找一個比較 國際知名的這個刊物 台灣有海敏大陸的期刊也有海敏 台灣叫做A級刊物啦 那我們要投稿 投稿的時候一定要審定 審定之後呢 還是要有二到三位的一個評審 專業評審的意見 你要按照這樣 你如果通過的話 還要再修改 修改完之後 我們要盡量的集結一個主題 再修改 然後最後才能成為書 那不一定說這個成為書 就十全十美 事實上就是一個階段而已 所以那個階段 大老是我這四五年來 在歷史跟經典 在玉皇經 在玉皇大帝 在文昌帝君 這樣的一個相關系的信仰 我提供一個 一些新的證據 我希望有一些新的突破 那這個部分呢 在台灣 像玉皇 在閩南華提供 我相信在中國 在台灣 在所有華人的地方 玉皇大帝 文昌帝君 那絕對是非常 非常聖心的信仰 像我的老師有幾位 一個是早上在這裡的 李鋒帽教授 那是我的博士班 我從1984年 他正式指導 到1999年博士班畢業 他是我的學術上的 可以說是學校領域的一個指導教授 那在座 李鋒分道長 他是我外面的 科医 道教科医的指導老師 所以 你不要以為他是道士 他本身的學歷已經到了碩士 而且他是 到各個 他到過的國家大概五六個 而且去那邊做文化 做很多的一個相關的科医的經驗 學術的推動 所以這方面 我們 這跟我的研究有關係 我剛報告的 第一個是經驗跟歷史的研究 那其實我 我從大概 碩士班開始 我用心最多 我花的時間最多 是在這個道坛道法 道坛道法就是 我們道士要設立道坛 那這個道坛跟整個中國的 跟台灣的生命禮儀 生命禮儀就是說從未出生 未出生你要起子 對不對 那開始一直到死亡之後 你要怎麼樣讓他這個 魂魄可以駕賀先歸 能夠對我們的 這個這樣子 後來的子孫這個家族 能夠更加興旺 這個在生命禮儀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生命禮儀其實非常的多 從 起子 然後生意的 懷孕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避免慘難 那生下來之後 這個小孩子難養 可能 你也 也有到廟裡面去 給神做 棄子 棄耶 跟神這樣子 成為一個棄子 希望神給你多保佑 有時候在我們說畫圈 你的牌子上面就掛一個神明的牌 有沒有 那個就是棄子 那小孩子在生產過程當中 會也碰到很多的官善 是不是 那習慣你都幫他過關解惡 順利平安 特別是在中國這幾十年來 小孩子特別少的時候 這方面可能你沒有注意到而已 可能你在小時候 你的爸媽都拿你的衣服 或者是親自領著你 請當地的道長法師 請當地的相關的廟 跟這個道堂的這些人幫你做服務 然後到了這個成年的時候 道教有道教的成年禮 你結婚的時候也要感恩 要拜天公 拜玉皇 然後相關的儀佩 然後慢慢的結婚 又生孩子 然後又老了要做壽 對 要做壽的時候 或者是有些疾病要給他淨出 最後百年了 要讓他能夠嫁到先歸 是不是 這個叫生命理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跟中國人的信仰 非常非常密切 這個是我很喜歡研究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在台灣跟他研究 這個就是要田野調查 這個部分我一直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這幾年已經到泉州地區 做了4年的田野調查 那不只生命理的 我去講下去 還有這個叫睡時節慶 睡時節慶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常說的三元節 三元節 上元 請大家告訴我是誰的生日 上元 上元就元月十五號了 農曆啊 天官 天官大帝 是不是 我們這樣子 有很多 像台灣有放天燈 天燈 你看他外面的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素文 有很多的道士所扮演的 為大家祈福的角色 天官要這樣子啊 要能夠祈福 然後呢 中元 剛剛 昨天是八月一號 台灣本來都習慣整個月 是鬼月 然後最後 昨天東一八月一號 沒有錯 多一天然後再來關鬼門 或關看門 關鬼門跟看門 這兩個意義不一樣 在基隆就是開看門 然後關看門 看呢 我們知道我們是祖先神看 他們基隆人呢 在這個基隆 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呢 有很多的人意外死亡 譬如說 因為早期搭船來到基隆這邊開發 而且它是漁港 遠洋 近洋 所以實在很善良 那個地方是台灣 煤礦的很重要的產地 所以說怎樣子啊 它要很多人意外死亡 第三個 剛開始開發來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族群陸陸續續的到來 台灣的族群大概是閩南跟廣東 東邊這個地方是密約 密約來的時候剛開始 第一個跟台灣的原住民會有衝突 或者是泉州人 或者是漳州人 或者是跟後來的客家人之間會有衝突 衝突之後 就很多人的人頭會落地 那這一些都是廣泛的所謂的孤魂自破 那基隆呢 早期在辦這個普渡的時候 就是利用什麼時間呢 特別在台湖是整個月的 整個月的 像在那個這樣子啊 我們去做調查 入港就有普渡哥 7月1號在哪邊 7月2號到7月底 所以7月份你在台灣 你如果有機會來的話 7月份你如果被道教最有興趣的時候 一定要鎖定一個這樣子啊 好的資政道長 它7月份會帶你到台灣很多地方 它所做的普渡可以 這個就非常寶貴的經驗 當然你如果沒有這個儀式的需要 那7月份要找道長 那是很辛苦的 你看 道長 7月份 有時候一天要忙兩場 忙三場 所以我上次有全州的朋友 也是那邊的道長來 我特別請他去看 也有跟道長的一個科目 記得收穫很多 他記得真的能夠深度的了解台灣人 在7月份 對一個怎樣 都本社會的救度 因為這樣子啊 那個中原的地關大地是涉罪嘛 涉罪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大陸地區 像我在全州地區調查 還沒有完全恢復 就是說他們有慢慢恢復說 各家各家拜 或者是到廟裡面去跟著拜 但是幾乎那個怎樣 請道士來幫忙拜的那個機會 好像這個道士的這個 作為仲介者這個部分還非常少 那台灣是 台灣的7月啊 那一定每一個廟不敢不拜 那為什麼這個信仰這麼大 每一個市場 每一個大的市場 不敢不拜 每一個大的社區 都要苦度無憂 那從那個苦度無憂 一直到關心 人間的這些比較弱勢者 這個是慢慢的把它當作教肖夜 把它當作慈悲的月份 那夏元節是耶穌 這節二的 所以這個都是怎樣的 歲時節慶裡面 還好你不要到台灣 台灣的送瘟疫的 那叫做送王傳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看 這個台灣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一個這個活動 如果按照我的研究的話 我們就剛剛發表在民俗區議上的一個論文 台灣的這個聖王傳當然是大陸明南系統過來的 那基本上每個地方都有送瘟疫的習慣 所以你注意看 其實你是比較不曉得而已 做道教研究 或是對道教有興趣 其實從你的身邊就開始 誒 爸爸媽媽在辦什麼 那如果這個地方為什麼定期就有廟會 或是神明聲 或是一些祈瘟疫的 或者一些祈福的活動 慢慢慢慢一層一層 你就會更深度 所以說台灣的王爺信仰跟瘟疫有關係的 這個在歲時節慶非常的多 那第三部分就是怎樣 廟會慶典 廟會慶典 台灣基本上 基本上的道士 他都能夠度生跟度王 度生就是怎樣 度生有時候叫眼生 我們說道教最重要的一個精神就是度 沒有三點水 度人精的度是沒有三點水 這個度跟另外的度 它有相關的意涵 不一樣的一個背景 那這個在度生度王的當中 一般家族性的 我們叫做齋儀 罰度 罰王 功德 道教基本上比較不用法慧這個詞 我們聽到這個齋儀 也是他不功德 像我們下禮拜二 九月二號晚上 我們有一群朋友就要趕到台南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這個是台南有一個國保級的 當然我們有時候正是 列入了一個文件會的一個登錄 但是在民間在全世界 他一定是國保級的人物 陳龍勝道場 他掀釋 所以說他掀釋的時候是在農曆的六月底 剛好那時候我看 去在全桌做調查 那七月份通常 比較在台南比較沒有做出兵功德這樣 所以他就從怎樣子 做七嘛 一七二七三七四七 這樣子一直做 一直做到 下九月二號 國立的九月二號 聯繫要做兩天的 兩天我們叫兩朝 要常見天尊的 請天尊來救度的 來給他做功德法律 因為他是台灣國保級的道長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相關的報導 甚至有興趣 你如果在台灣又認識台南的朋友 其實你應該走一趟 來看看說台灣的這個道教信仰活動 他怎麼樣實際的做兩天兩夜來幫一個老道長 他掀釋的時候 他怎麼樣讓他做價格行為 裡面的這個科語前場和後場 怎麼樣配合詩、歌、樂、舞、文字的文書 還有藝術的掛軸、繩軸 還有一些功絕 還有一些各方面的一個配合 來展現出道教儀式最美的這個部分 道教儀式的豐富度 有學者、師周人也跟師伯先生說的 道教儀式是他見過全世界儀式裡面 他記得最豐富的 這個如果讓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說你們中國人或你們台灣人愛吹牛 說什麼道教是民主宗教 所以是全世界最好的 不是我們說的 是他說的 他本身也是可以站上道坛主行儀式的一個道士 所以這一趟看不下來 所以他9月5號吧 9月5號早上的那個供電 一般叫供計 其實如果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加電 還有供電的時候 這個大概是台灣的盛事 會匯集全世界跟這個道長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說你在台灣說你是做道教研究的 你不認識這個陳隆生道長 你不配去出席他的一個怎樣子啊 告別式 你說你是台灣很重要的 那一個 這有一點是不過去啊 所以這方面大概是我的一些主要的相關的研究 那我還有 我是免疫大家 你如果對道教有興趣的話 從你身邊的東西就開始 因為道教研究大概外部幾個部分嘛 一個部分從歷史來下手 那這個非常多 在大陸或在很多的這個歷史上的書 書裡這個金塊 各個這個道法傳承 各個政教跟道教的關係這個很多 第二個經典 不管是養生修煉的經典 或是醫學的經典 或者是儀這個儀式的經典 道教經典 雖然都是文言文 但是我相信大家的能力 你只要真的是找到好的師資 然後我們通常是過過讀書會的方式 來進行 那這樣的話經典會一步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從最簡單的 然後慢慢來看 那我們可以幫助你們了 經典 第三個就是怎樣 要從田野調查 那田野調查就是從你的周邊環境開始 田野調查的道教是活的道教 道教竟然是民主宗教 對不對 它是民主宗教喔 所以說它就是不可能中斷 文革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道教被破壞了 我跟你說就像草一樣 你把上面砍了 找到機會 它就又花芽生長了 不然的話我怎麼還要 我在台灣做二十年 我還要千辛萬苦的 跑到大陸去做田野 全世界很多的學者還要去做田野 為什麼 還存在嘛 所以說一歸步 春風春又生啊 而且因為現在的態度 跟二十年前不一樣 所以田野調查 從你的身邊開始 從你的家庭開始 看看說你家裡的一些收藏品 有沒有跟道教 你就是要從第四個面貌 藝術文物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怎樣的下手的方式 看看你們家的 祖傳的這些文物啊 藝術品啊 有沒有些跟道教有關係 其實追索它 這個東西的背後 因為現在大陸節目很熱啊 大陸現在很多朋友大陸訴我說 大陸現在很有錢啊 所以第一階段呢 是比車 誰的車子好 誰的車車車子呢 非常的這樣子 拉風對不對 第二階段呢 要比房子 誰的房子是座落在那個豪宅地方 是不是 第三階段呢 要比牆壁呢 到你要一個家裡去之後 要看看他的藝術 收藏 能夠掛得出來的 就可以表述這個人的一個怎樣子啊 文化內涵 那你看看你們家裡 或者多走進你們當地的這個博物館 看看有沒有跟道教有關係的 從這個東西呢 去下手去追 然後看看你的爸爸媽媽 或者你的爺奶奶 他拜什麼神 有沒有走進廟裡面 你就利用這時候走進去看看 看看的時候你就會東問西問 人家孔子都不太廟要每次問了 是不是 那更何況是我們呢 慢慢從這個地方下手 那你對哪個部分 對經典 對歷史 對藝術文物 對這個田野調查 有興趣的 那我們再找相關的資料來看 我想這樣子的話 可能從一點點的興趣呢 批養去 那你如果 興趣是支撐你研究的最大動力 你找不到一個最有趣的東西 也許是非常的小 但是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找到你 可以信賴的老師 自從到我的朋友 我相信這個怎樣這樣 相關的力量就會慢慢的一個怎樣滋長 而且相信一句話念力 我最近覺得我最在做田野 我發現有一股力量在默默的自成跟幫忙我 我每一次在想說我想要突破什麼 我想要努力什麼的時候 很奇怪我到田野去的時候 就會一想就到我看了 所以說你只要是把念力放在你有信心的地方 我相信自助人助天就助你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我很希望人家多提供一點問題 如果說在這一個場合 沒辦法完全回答你滿足你 讓我們私底下 還是我今天時間的空出門 我相信可以跟你談得比較深入 謝謝 謝謝 黃董事長 謝教授 還有各位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跟你講我本身對道教的研究 也是不是那麼深入 那我本身是學醫 那就是因為我個人對宗教很有興趣 所以我本身就會去涉獵一些書籍 然後呢 因為我們是學醫的 學醫是一個實證科學 叫做眼見為性 因為我們的教育系統就是這樣上來的 然後也是要有一些經驗的轉成 然後我們也是從人的先輩 他們在治療疾病上的經驗的累積 所以我們是經過這樣的訓練 所以我們就成為一個病床的醫師 所以永遠都是講究實證 那是因為我過去有一場的演講 在跟大家討論那個靈修的事情 剛好那個資料被黃董事長看到了 他是覺得也許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一些地球上的一些宗教的現象 然後我發現有一些意中有同 所以我就把這些相同的地方收集在一起 那這就是黃董事長可能當初會覺得說 讓我來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 那大家在這個道學這方面 可能會看到另外的一個現象出來 當然謝教授的學論非常好 我是很佩服啦 當然很多的道學的經典 還有一些教授們都可以給各位做指導 但是我想既然黃董事長邀請我來 所以我就用我個人的看法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們在學醫的 因為以前都是他一解剖啦 然後是面對死人啦 然後我們當然是後來是治療活人 其實也有人會走的 所以基本上也看到人從在死 生命的現象變成沒生命的現象 是怎麼的過程 甚至在死的時候 我們給他做解剖又是什麼過程 說真的喔 那個時候我是非常的物質化 就是說我覺得生命現象 就指於生命終止 人一個屈殼 因為我怎麼解剖完了 然後我明明這個病人剛剛還在 現在就走了 所以我就認為他們生命就不存在 所以在過去呢 像我 我們會做一些很多的生理實驗 我會用過很多的動物 這個經驗我想 這位在座的人可能沒有 因為我是學科學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決 我是看起來 如果叫我再從頭來學醫的話 我可能沒有那個勇氣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認為他就是一個 這個生命就是這個樣子 他的犧牲是有貢獻的 而我是沒有想到說 其實所有的勇情生都是有感情的 都是有感知的 這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絕對的物質化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走 我們這條這個醫學的訓練路程 可是那時候我們都是一種 非常物質化的思想 所以那時候對於 不好意思 我對於道教 對於很多的宗教 我都認為是迷信的 那所以這樣 一般我們的民俗信 會有一些拜拜 會有一些什麼的民俗的活動 我是從來不參與 也沒有興趣去查他的源頭 但是覺得人生是這樣子歷練的 你到了某一個年齡 你突然覺得 開始有個問號 人生是正義的嗎 尤其你會面對很多的考驗 或是說磨難或是磨力 我想每個人都會遇到 或是因為家裡說什麼事情 或是你的親人走了 或是怎麼樣 總是會碰到 所以那時候就在思考 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人的生命的意義何在 人生的價值究竟是什麼 當然這個也要帶等我們的醫學的 就醫生的生涯 要報一個段落 我才有辦法有時間去探討 但是因為我們的醫生很忙 我當醫生的時候也是幾乎是 就是躺著這邊有住院的病人的時候 就有一個壓力站 我會一直在想這個病人的情況 日夜會放在心上 電手那個電話是不敢發掉 電手還有手機 後來有手機也是不敢關機 總是隨時要掌握病人的最好的最新的狀況 平常回家還要讀書等等 所以不可能有時間去思考 生命到底是意思怎麼樣 直到後來我們的精神科學 我們叫醫學分很多專科 那精神科的領域 開始有這個催眠的項目 然後就會有一些 當然只要有感血的醫生 可能都會被視為異類 那個時候的早期的痕癒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們在催眠的過程中 會發現有過去式的情境會出現 這個是在 他本來是說治療他的心理的問題 他有些異常的精神狀態 所以用他所有催眠的方式 可以把他受傷的心理去補平 他的那個精神狀態就可以恢復正常 所以那時候催眠的目的本來在這樣子 只是會勾引出來另外一個 就是說他有好幾次的這個現象出來 所以就開始當然就也會逐漸的 做催眠的人越多這種現象就越多 所以隨著那個大家的 你知道過去的人類都很保守 很多事情是不能討論的 但是逐漸有幾個開始勇敢的提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有興趣想要去瞭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的文獻 然後現在他們更有的人就會出書 房間大家有機會 台灣的書店就有辦 他就會有很多這種催眠 然後跟醫生寫的這些書的資料 他們的經驗來探討 所以基本上有這些經驗的醫生呢 去面對這個去看討的醫生呢 他們都會認為是 人是不死的 人的是有靈魂存在的 那還有人是去記 這個是冰死的經驗 就是在人死亡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 不管是病人本身 他會有人會有人在急救的時候 又鑑過來 他會告訴醫生說 你剛剛在做什麼 那個護士要求你帶怎麼樣 他的靈魂會離開身體 他可以看到一切的現象 他甚至有的人已經死了 後來又回來 他就告訴我 我剛剛去了哪裡 我看到的誰誰誰 就是都是你死亡的人 所以在這個冰死基葉的 忽悠國後來的紀錄裡面 你發現 之後有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這些都是醫生寫的 然後我也注意到 其實所謂的病人的 我們就講面相 有的面相真的很好看 像我說 現在一個教會的醫院工作 就有很多的神父 在那邊神之類 在那邊亡的就是死亡 可是呢 我們那些外國神父 那些做犧牲奉獻的神父 他們那個面相非常地好 這也是讓我 可是有些病人的面相 我看了你覺得怎麼他們的驚恐 這個面相也是一個 是不是死亡後 他看到的東西 跟他過去的 就是這一次的人生的經歷 還是跟他的行為 是不是有什麼觀念的 這也是值得看到一個項目 那當然我就看了很多這些資料 所以本身呢 開始人就比較客觀 就是說 我們不能太物質化 其實確實人是有一個死後 另外有一個境界存在 人是 靈魂是永遠存在 是不死的 那當然我也去探討了很多的宗教的書籍 所以他們會講 在道教裡面就有先界 就是一個先界 那在基督教就是天國 那在回教我書籍是 他們怎麼形容死後的東西 可是基督教在那個 佛教就講是 好像有很多的 什麼阿弥陀佛的境界 還有什麼的教師佛的境界 意思是說你每個人死了以後 會去不同的境界 所以就發現說其實 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 他所講的所設斂 就是說 抱住我們這個人生的意義 跟人生的價值 何在 所以都會叫我們去 要做你報復的事 不能被這良心做不合乎 良心的事情 因為就像那個 背後的審判 在聖經上一樣 最後的審判 其實就是在 看你的過去做的善事 惡事 這樣回來做一個 總結算法 像我們的閻羅王 在民間 也常常講到閻羅王 會來做一個很看的人 其實就是 代表的什麼意義呢 就是我們人的身 那個靈魂是要經過淬煉的 藉由這個人的身體 一直不停的淬煉 讓我們達到完美的境界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道教的這個範圍 我個人是這樣子感覺 我認為說 其實我們中國 也就是中華文化 被歷經五千年還都存在下 我們是真的要感謝那個老子 還有童子 是這位兩位大仙人 一個是道家的始祖 一個是儒家的始祖 可是我還是推崇老子 因為 因為時間太久遠 其實童子曾經輪道於老子 所以他有可能是老子的肥帝 但是因為老祖國很久 聽說歷史的記載 老祖是活了很久 都好對別人知道 那童子是真的在歷史上的記載 就魂道於童子 其實我們那個整個的中華文化的這個 骨髓啊 這些道德 仁義武之姓 都是拜這兩位大師 加上一些歷代的君王 這些君王沒有去毀滅道教 沒有去毀滅佛教 不是佛教 就是我們的儒家 所以這些就一直在生死在民間 這樣一直這樣子傳承下來 所以到現在 我們還可以有獨家的蘇格徒 還有這個道家的蘇格徒 甚至我們的道士們 也不是叫道士們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 就是道家的專門人士 這些人 他們其實也都一樣一脈傳承下來 所以其實都已經深入了民心了 所以剛剛講的 野草拔附近 春風吹佑生 其實都已經在 我們跟我們的中華文化 民結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中國 為什麼這個 我們還可以這樣 大家一起民在一起 跟這個文化的形成 有很大的關係 像是羅馬 他都亡國了 像一些很強大的 巴古倫 埃及等等 這些文明其實都已經 所以根據我們 都不是原來的那個文明了 目前存在的是一個印度跟中華文化 他印度的文化 就是特別是因為他們的印度教 還有國教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也是一直這樣存在 深入民間 所以他們還是形成一個國家 一直傳承下來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剛剛那個黃總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我的認知裡面 實踐的精神很重要 當然你當作一門學問 你可以整理 搜集到很多的資料 那你也可以去拜訪這些 道家人 專家人 他們也會告訴你他們的體驗等等 但是呢 我是覺得 其實就好像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有這個靈魂 那為什麼我不能感觸我的靈魂 鬼魂也是靈魂的一個 他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到在天堂那邊待 他迷失了 所以台西上有這個渡王經 或是有一些 他們都有 國教也有這個 這個的習慈 那就是有人會去 但有的靈魂會游蕩 那就叫做鬼魂 那 因爲大家都有 為什麼 有人可以呈現 我們不行呢 都有靈魂啊 所以我也去探討了這個問題 結果我發現很多的宗教 其實都有修行的法門 都有修行的法門存在 可是這個法門很神秘 就我的 我看到很多 好像不只是 我們說 像我們的中醫常常說 都是祖傳的祕方 祖傳祕方 是給自己的例子 好像那個 宗教的法門也是一樣 它這個法門也是太公開 所以都是默默密密的 蓋傳法 它最有名的就是 六子慧能 大家知道六子慧能的故事 他的五祖紅人要傳法給他 大家都要半月三季過來 用架山大家蓋住 他才傳法給六祖 那六祖得到這個法脈 他才去躲在山裡面 默默修行的十六年 他才能成道 所以基本上是都有法脈存在 但是又是要去求法 這方面比較困難 但是只要每個人 有這個修行的方法去實踐他 那大家都可以呈現 就是你到一個比較高的境界 那這是我的看法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希望大家 給我多指導 大家一起來討論探討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剛剛兩位老師 您在平坑裡 時光都可以感覺到 很親切 夏老師很親切地告訴我們 目前在台灣生物的道路上 有醫生很親切地告訴我們 很柔和地告訴我們 這個神秘通嚴肅的課題 或是已經監獄了 身份的信念 好 那我們第三位 我們就 請你們來 進行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您老師 您到哪 在座各位 各位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 我上次演講的 內丹養生 內丹養生 講到內丹養生的話 就是說我們中國文化五千年來 不管是從環帝 或是從聖賢 各方面 高到高增 一直在探討的問題 就是生命 我們的生命 如果能夠活得有意義 能夠活得長久 身體能夠健康 最會能夠提升 有問題 尤其這個 現在西方世界 也很多年來研究這個生命科學 他是一緣非常深奧 也非常複雜一緣的學問 但我們既然要講到生命的話 我們要從我們的肉體 是從哪裡來的 先要了解 那我們的靈魂是從哪裡來的 那我們怎樣證明 我們一個人有肉體 和靈魂的其他的證明 我跟各位來 簡單來報告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有這回事 有這回事 首先大家知道 一個臉的出生 經過 腹筋母血 的結合 這個塑菁的卵 插棒瓦 你陰液變成一個陰兒 最後一個人知道就是說 如果沒有陰陽藍女的交態 或是陰陽的話 整個天一萬物 沒有辦法 怎樣怎樣 沒有辦法變成生長 延長下一代 所以我們道德經講說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道是什麼 五 我們牆明夜道 五 在宇宙天地還沒有分開以前 就裡面有一個先天儀器 混沌的時候有先天儀器 我們牆明沒有明 這種牆明夜道 所以道德經裡面講 五名為天地之實 有名為萬物之母 這牆明 這道就是五 在那個議題 在那個議題來講 就是胡極 道五呢 生一呢 一就是太極 一就是太極 太極裡面有什麼呢 有兩有陰陽 萬物富陰暴陽 充氣為何 所以在陽邊的話 裡面有一點K的 對不對 那是陰 陰變黑的裡面 有一點白的 那是陽 所以有五里生太極 太極就是 太極裡面 就是一個太極裡面 我剛才講的 就是兩儀 就陰陽一樣 有兩儀呢 有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有陰陽的交態 剛才講的 父親母親 也會說 有交態的話 長話的一樣 生三 三就是一個第三個東西 出來的 那三就是 他畫木家 所以沒有塑菌 塑菌的東西 用話 你沒有辦法生貌物 所以我的 內灘養生 就是 登記道的原理 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 這樣延伸下來 來做生命的探討 阿典的話 出生的耐傷 會不會 無阿那一生 會無阿那一生 如果沒有這個 無阿那一生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 喜怒哀樂哀樂 所以就是說 表示怎樣講呢 我們再來 講一下廉恥的時候 那個怎麼講 就是 你打他 延伸的時候 你打他 擱他 他肉體有沒有感覺 各位小姐 肉體有沒有感覺 延伸的時候 肉體有沒有感覺 你們打他 我用壓力給他 這個肉體 延伸的時候 會不會有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吧 對不對 阿為什麼 無阿那一生 就喜怒哀樂呢 因而就會說 我肚子餓的話 對不對 就哭的他表現 我高興的話 就笑呢 為什麼 就是說 臉死的時候 他的靈魂 走掉了 因為走掉的話 所以他沒有感覺 出生那一生 無阿那一生 靈魂進來了 他就有感覺 用最簡單的例子 來跟大家講 一個點 就有一個小偶 在爭脫 所以 所以他講 就是說 我們要修 就是修這個 怎樣讓這個尊我靈魂來 準備這個 假偶肉體 就最重要了 靈魂裡面的話 來講 是基督教講靈魂 佛教講靈魂 那道教講什麼 講魂魄 我們這位 你到時候就知道 三魂七魄 為什麼被車子串了以後 魂魂魂魄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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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魄� 因為我們的 怎麼講呢 就是滾呢 它是怎樣講 它是理智了 有智慧了 為什麼我們的魄呢 為什麼會禁惡呢 因為弱體的東西 它要靠生存 要生存要成長 你沒有吃東西弄什麼 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有時候它為了求起外面的東西 都會變成怎樣講 超出自己意外 超出能力 所以它不擇手段的去躲起 這樣的話就會造成惡了出來 所以這兩個都對了 一個如果從靈魂來講的話 從魂來講 它是信三的 如果從弱體來講 它是信二的 所以兩個古代人講的 孟子或是信三 它講的都對了 但一直在 到底我們五千人來問 到底是信三 信二 其實都是對的 只是說一個肉體的問題 一個靈魂的問題 再來我們來講 就是說 內丹 內丹 我是用 如果用古代神仙修煉這個方法 要非常非常長期的時間 而且裡面很多高有名詞 很多神仙 所講的很多精靈 那些修煉的話 你看那個東西 它寫得差不多 都寫得差不多 但是口節都沒有在這裡面 所以口節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能夠 能夠怎樣講的 如果能夠練到怎樣講 這個內丹 就是說在丹田 就是下丹田裡面 讓我們的精氣層能夠凝結 變成一股氣在這個丹田裡面 這個丹田凝成以後的話 它可以上下活動 從下面下丹田 你看我現在這個丹田是在這邊 這個住宿好像白胎 六個月後七八個月一樣 住宿很大 那我讓它這個丹田 晚上面 變成在這邊 變成在環田 這樣瀑布了 這樣 你讓它丟一丟住 這邊就沒有了 那我到胸部來 就在胸部裡面 這邊就沒有了 所以它可以打通前身的 靜脈、弱脈 還有你的血管這樣 所以我們修煉 如果能夠修煉到 內丹養成以後 就可以跟我們的 地的三寶 水火蜂 利用能量 水火蜂的能量 或是日月星的能量 結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學習 樹木 很多百年的樹 或千年的樹木一樣 它還是不吃東西 它不吃東西 它只有藉什麼講 那個什麼陽光、風氣、水加土壤 經過關火的作用 它就可以生存了 所以我們能源的獲起 一個是從食物過來 一個是從四眼界過來 所以我們要如何應用自然界的能量 我們的身體 它辦法能夠長起長久 這個就是一個 方向基本原則 當然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說 你要修煉到這種地步的話 第一個 你沒有公德量的話 是不可能 沒有道德量 是不可能修煉成的 就是要做很多因德 因善因公 你知道辦法解決這個道德量 有這個道德量的話 你知道辦法跟天際的浩蘭能量合在一起 天際的浩蘭能量 我舉個例子來說 你們現在看電視 有不同的電視 你這個頻率不對的話 電視台就不會跑出來 你要靠CCTV 那個什麼電視台 你必須要比頻率跟它一樣 你要看北京台 看湖蘭台 哪一台都一樣 你要平靜江湖 插爆發那個不一樣 所以說你要修到這種地步 就是說你的頻率能量 能跟它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那當然要解架器是很多 我現在就是說 我這個法人就是說 用現在的方法 來修煉 用現在的方法 第一個 用道德方法 就是理論生道德方法 道勝利之二 證明大家就這樣過來 再用怎麼講呢 用西醫的細胞血的方法 因為臉色有一個單細胞 變成什麼鈣細胞 再來變成我們身上的器官 再來變成我們一個身體 這樣子 這個方法 我鐵裡面的 塑料裡面 就有這個 就有這個 細胞型的那個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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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個臉的肉體是這樣的 再來就是說 用中醫的 五行 還有 室下秋中 還有那個 這個養生出東西的方法 來人家跟我們五臟練武 整個都在一起 我裡面也有講 陰陽五行跟我們五臟練武的關係 還有俗層的關係 還有那個氣體的關係 還有東西當天的關係 跟人家在裡面整套的都 相生相合 裡面 一二十都這個方法 所以你們可以看看喔 所以一個是 再來一個用西醫的 這個現在的科學語氣 來檢驗你修煉的成果 你的經過超音波造色的 五臟練武 怎麼樣呢 X方造色怎麼樣 抽血檢驗怎麼樣 各方面的 那個什麼的檢驗 獲得結果 怎麼樣 這樣來比這樣 所以這個 修煉 必須要用 道 道的方向 原則來 思考 入葉心 水火空 這個經濟拯救外面 再來就是要用 中葉五行 還有西醫的細胞血 還有西醫的科學語氣 來檢驗一下 把它整合在一起 讓我們修煉的方向 把方法正確 慢慢慢慢就會進步 我已經修煉三十年了 因為最近比較有可疼 有隔節突破也要成就 就是說我的封鱗五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動靈 動靈怎麼講 炎完老化 讓你年齡提出在你現在的階段 讓你老不下去了 動靈 就炎完老化 第二個就是這樣講 你炎完老化 如果說你變身的細胞不活 不活藥 不活化 不可能 你的肌肉的生成的話 跟你的筋 就是你的骨 沒有辦法空氣的話 裡面的氧氣沒有辦法很通常 氣體沒有辦法通常 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很穩老化 所以我只要從細胞寫裡面 還有細胞裡面 再來是什麼金 那個圖文當它軟化 連著原廠一寸的話 可以原廠瘦十年 還有那股 它最重要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佔最重要的是水 連的水分佔百分之七十 地球 地球裡面的話 海洋佔百分之七十 山岸頓利也佔百分之七十 也也是一樣 也是小宇宙 所以我們落體是水分佔百分之七十 只要讓這個水分 我們裡面的水分 做過 做到什麼影響呢 做到什麼影響呢 第一個 我們每天呼吸空氣 空氣中很多 毒氣啊 還有什麼 濁氣很多 我們吸進來了 沒有辦法排掉 第二個做什麼影響呢 一個呼吸空氣 一個出東西 很多化解瓶 融藥都在這邊 對不對 第三個是什麼講的 我們的那個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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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氣 一個是什麼講的 病氣 病氣 就是說你 那個什麼 氣血不同的化 濁硬化的話 你的肌肉有硬壞的地方 就有病氣出來 就是 會長一點 會長一點 再來是什麼講的 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講 一個濁氣 濁氣 還有毒氣 病氣 還有一個是什麼 臭氣 大家知道 我們出東西進去 每天要排卸掉 大問題 你如果所有小子 沒有排卸掉的話 這臭氣 會回到整個 身體的 器官裡被氣 第五個是邪氣 因為邪氣 外面很多邪氣 很多 外來 外面很多都會有 第六個是什麼 夜障氣 三歲因果 所累積在靈魂裡面的 這六種氣 叫排卸 才能讓我們的 水 它的濃度 能夠越來越淡 可能你身體裡面的水的話 濃度會不會很高 像什麼講的 像那個泥漿水 當溫溫溫溫 那就很糟糕 就溫溫溫 就氣血沒有辦法 第二個像什麼 像米漿溫溫的 泥漿還是米漿 像什麼豆漿 牛奶或清水 都不一樣 所以修煉要直接讓我們的水 能夠清 這樣的話氣血才能辦法 這些都有方法 方法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 他跟他講 我們是想說 要傳給大家一下 我那裡邊說有寫的 那我們這邊再講一下 這位是今天 先說我請黃董說 趕快利用最後五分鐘 可以示範一下 一天當中 他怎麼實際修煉 教教大家 每天都可以修煉 示範一下 好 第一個最重要的 道教 所有神前講的 沒有那個住家水 沒有那個乾霧水 沒有那個求疆意義 就沒辦法修煉成乾了 對不對 大家都理解這個理論 什麼叫住家水 什麼叫乾霧水 什麼叫求疆意義 求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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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煉有兩個關係 修煉有靈魂的時候 舌頭頂的天磁線 修煉肉體的話 沒有人家講過 這個是火鐵 頂你的地磁線 地磁線 在你舌根的下面 舌根下面 嘴巴閉著舌根下面 那是地磁 你換一個檸檬 在你舌根下面 火腿慢慢就出來了 OK 你們回去試看看 第一個要讓有蟲槍水 鑄槍水要出來 OK 第二個是怎麼講 講到任何破體裡面 最重要的部分 馬達 任何機器要最重要的部分 馬達大力 叫我們夏丹田 夏丹田如果不能夠 我們煉氣 煉氣光的煉油或丹田也好 最重要有四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怎麼講 你能不能 怎麼講呢 能夠 吐納呼吸 對不對 第二個能夠導引 能夠把氣導引它 第三個 能夠鎖音 對不對 第四個 能夠純屍 對不對 能夠純審 對不對 四個 我的講義都裡面有 但是裡面可以從 怎樣 單前大概上下 上下能夠吐納呼吸開始 讓氣息 能夠出來 不動 能夠 能夠 自動可以 可以上下 再來是讓它 自動轉 左前 隨著四十間而轉 或逆十間而轉 如果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 就是 鎖音 就爆炎 走一 就這樣 再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 純屍 純屍法 就你的 不是用 疫苗 用前省 慣次 疫苗 讓氣息出來 自然 適當氣息出來 讓它去轉動 這樣的話 你哪個 你照內偶 哪個 有麻煩的話 就可以去治療 那要弄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怎樣 剛剛那個動 不是 只要這樣 加速就可以動了 而且是自軟呼吸 不是要說 氣質不熱 就是 你要有排氣的地方 排氣的地方 我們 圓 跟什麼 跟前進一樣 它 照護主 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 排氣的地方 我們鼻子是不是可以 呼吸排氣 嘴巴是不是可以 耳朵是不是可以 對不對 膝口都可以了 對不對 再來我們 下面的髒氣 自動切排 也就是肝臉 就是排氣 對不對 還有小廚或我說 你肚子 肚脂如果沒有蓋了 蓋了沒蓋的話 你會 肚子涼的話 會肚子痛 對不對 這個是排氣的地方 這個是由母體接的地方 還有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永前線 就是腳底的腳心 是非常重要 那個地方 永前線的地方 就是我們腎上的地方 上面也要排氣 還有手心的地方 手心是通心 手心是通心 也是排氣的地方 更高一級的是哪裡 是我們的 那個什麼 眉心 眉心 眉心輪 這是我們第三眼的地方 能夠排氣 最高的話 這是什麼 頂輪 就是我們的天眼排氣 所以這鐵的地方排氣的話 你的身體的話 從將變得低液了 OK OK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火鐵都講的 對不對 阿電的話 就是 腳的話 要怎樣呢 一般的話 你腳 擦在地上的話 很難 排氣 你要腳 總前線的話 成熟45度 45度 這個腳 下面是空的 你的兩隻左右腳 的腳 跟合在一起 如果 你 然後合在 成熟速度 阿如果你 沒有感覺 出來以前 舌頭體上耳 練肉體 舌頭體下耳 就 底下耳 就讓火水出來 眼光 比 旅觀 心 下單眼 你如果還沒辦法出來的話 你就 上下 腳底上下去 去動它 阿如果你 將來都可以的話 就不用 動它 要把我們的 關節都要 怎樣廣化下來 最重要 我們的 腳的 足關節 就下面足關節 還有 膝關節 胖關節 腹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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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要 先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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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火插棒 如果 能夠這樣基本功有了 我才幫我叫下面的 公屋 基本功那麼多 都沒有辦法 叫下面的公屋 你叫下面的公屋 今天就是 用大家 先傳授這個基本功的 給大家 這是我修煉三次練 獲得的 結果 大家看 我不管 他沒在講 我二十年前 十年前 都看你都一樣 什麼都永遠都不配 越看越年輕 就是我修煉得法 才有辦法 修煉得法 才有辦法 所以祝大家都 經濟很飽滿 對不對 經濟充沛 OK 口腦聰明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感謝剛剛 黃總跟我們 非常具體的 修煉的方法 那我們等一下 就有時間 讓大家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用時間 下課的時間 試著那個 舌頭鼓豬上位的天下 只是很可惜 我們沒有幫大家 準備那個檸檬片 是嗎 所以我們肯定要多喝點水 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 是三十多分 我想我們休息 到五十分 我們休息到三點五十分 然後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下一個階段的 現在好了 好 那我們就為大家 支持 掌握一下 好 謝謝